其實難忘的是 大家在合唱團裏 大家很開心 開心得來是因為吳東老師可以用他的表情來指揮我們唱歌 很有感情的 還有我們那幾年在我參與的合唱團出去 每年都是獲得冠軍的 有一年因為吳東老師病了 找個學生 找個同學出去指揮 都可以獲得冠軍的 所以其實在我鄭保羅的時刻的時候 我最難忘的是在合唱團那段時刻 所以都引導我 當然我在女學堂上師 我也去師班 但是在吳東那個精神 他所指導 我這一生都經常是唱歌 我現在都在參加合唱團 大家分享一下吳東老師 他教我們的時候不是牧師來的 他是音學老師 其實就是他個人很隨和的 還有很友善的 他在他表達自己的時候 都擺了很多善意的感情 所以很多學生很喜歡他 就是因為這樣 好像床枝鬥一樣 我們那幾屆就很慘 我從五到七的時候 就剛剛是拆樓 和建樓的時候 那時候又吵鬧 又多層 還有翻半天 是古老大屋 其實是古老大屋 通常是碩屎地 我的膝頭角 都傷過很多 還有很多傷痕 那些班房 如果比起現在 都是小 逼四十幾個學生進去 又沒有冷氣 那些燈光又不是很舊的 比較黑暗些 我的校長就是Stuart 我不記得幾個年級 他通過了 其實我上次 有一本刊文 我都說過 我很記得 Stuart 那個 喪禮 是在我們校社裏面 抬出來 是經歷上面 那些樓梯上去上面 那些正門出去的 真的很感動 每個同學都很傷心 當時 每個都 他都是軍人 很多時候很嚴肅 那些同學都很害怕他的 不過跟他聊天的時候 其實都是他很友善的 但是 但是 不知道 還未跟他聊天的那些 那些 很多都 都怕怕地走開一點的 有時 也都是因為校目的影響 其實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 已經想做牧師的了 都想在教會那裡侍奉 所以我都是 跟他有很多談談 他都是鼓勵我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 就是在 學校裏面的氣氛 學校的老師的培養 其實都是使得我覺得 這條路 是我需要走的 當然我也有很多寧靜 聽聽那些老師 聽聽那些教友 聽聽那些同學 他們怎樣看我 還有我旁敲則激 問一下怎樣 其實都是好像是一個 我條路 當然我都會自己祈禱 都要聆聽上帝 是怎樣指導 就是 因為我心裏面 都感恩 感謝上帝 給我有機會 在聖保羅讀書 和接受栽培 那當然 其實我這個是一個 歸屬感很強的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我上一代 和我那一代 我的家人 有十幾個 都是聖保羅 專業畢業的 所以 對聖保羅 是歸屬很強的 就是 校董會邀請我進去的時候 我當然 是義不勇辭去幫忙 都是其實 學了很多東西的 因為現在時代不同了 就是 要與時並進 有時都 有些困難 要認識 現在的年輕人 都 有些 隔膜 所以 都要多些去看 多些去聽 多些去溝通 我爸爸是聖保羅畢業的 我爸爸是聖保羅畢業的 你爸爸 那時候 你爸爸和你講過 那時候聖保羅是怎樣的 可能三四十年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其實就是 他讀書的時候 都是 在 這個 中環 就是 那個 主教府 那裏 那裏 現在還有一個牌 那裏 那裏 其實那時候 他們都很辛苦 就是 上學 因為 那些地方小 沒有什麼地方活動 但是 他們都是 就是 很有心去發展 其實 我爸爸 就是 排球隊的 隊員來的 就是 校方的 就是 校隊來的 曾經都去過 就是 內地 去 比賽的 就是 我們 就是 聖公會辦學 就以教育為主 那當然 我們循循善友 都希望 就是 同學 就多些認識 基督教 多些 就是 看聖經 多些 祈禱 但是 就是 都盼望 同學 就是 真是 在這方面 中國活動 就是 參與多些 感受一下 就是 這個 愛的團契 是怎樣的呢 那 要組織 以及經歷 一個愛的團契 自己去 發掘 自己去 付出 愛才可以 有愛的 產生 在校慶 187 受針年的時候 我祝願 大家 都是 在 教與學 裏面 都得著 真理的亮光 以及 感受到愛的真實 為 我們 過 過 感谢观看